黎巴嫩真主长的电子设备连环报 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警告 这一波爆炸事故恐怕会招致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各界必须阻止这一天的发生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新期二揭露 黎巴嫩传户机爆炸之前 以色列曾经向美国国防部预告行动 但是正在访问埃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严正否认 强调美方事先不知道 也没有参与黎巴嫩的电子设备爆炸事故 他们还在收集相关情报 布林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采取任何行动加剧尾巴冲突 或导致战事蔓延到其他战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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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